中国公共船周二继续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达到13艘日本提高了抗议级别 外交案提文雄上午召见中国驻大使程永华抗议 程永华则当场反驳称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船只进行活动理所当然 观察指出日方炒作中国钓鱼岛执法 最终目的是借此推动修宪 日媒还透露日方政探讨通过中日领导人会谈 来缓和钓鱼岛紧张局势 岸田文雄上午在外务省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 就中国公共船反复驶入钓鱼岛海域表示所谓的抗议 要求中方船只尽早驶离 岸田还称围绕日中关系的局势正在明显恶化 程永华当场反驳称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船只在相关海域进行活动理所当然 日本海保厅周一称 当天共有15艘中国公共船一度驶入钓鱼岛海域 达到史上数量最多 海保厅周二续称 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方船只一度达13艘 日方除了加强警戒与监视 也提升了抗议级别 召见中国驻日大使 这是继上周五 中国公共船与渔船一同驶入钓鱼岛海域四天后 日方首次向中方直接抗议 此前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姗姗进府 两次就中国公共船驶入钓鱼岛提出抗议 我们看到呢 最近日本针对这个东海的一些事态呢 有大惊小怪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它的这个表现呢 是希望通过抗议呢 来再次炒热东海的问题 而中国呢 作为对日方这种恶意的回应 这些年一直在采取一种常态化巡航的这样一种行动 来保卫自身的主权权益 中国是一种应对式的这种反应 而不是中国主动的挑衅 我想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到这个之间的逻辑关系 有分析指出 多艘中国海警船在此巡航 不排除同时也是为了管控在此作业的中国渔船 上周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针对外媒相关报道答记者问 就提及 中方正在采取措施 妥善管控有关海域的事态 这次钓鱼岛问题首先升级 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最近几天解除了禁余期 所以中国驻日部大使陈永华 也是向日方明确解释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海警船出动十几艘 在现场维持秩序 也是为了维护和对钓鱼岛附近海 实行有效的管理 并不是如日方所想象的那样 中国要组织大批的渔船 要进攻钓鱼岛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各种合理合法行动 屡屡指手画脚 这几天更是抗议上瘾 这种可以解读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一己私利 其一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日本看到非新总统上任后 希望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 近一时期南海也呈降温趋势 在此背景下 日本炒作中国威胁 歪曲中国形象 自然方便其外向 在即将开启的仿飞行程中 拉近日飞关系 与此同时 日本还试图构筑联盟 牵制中国发展 并在其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并以防范中国为借口 加大军备投入 以最终实现其成为政治与军事大国的目标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也援引中国学者的分析指出 日本这么反应 就是为了炒作 目的是推动修宪 他自己国内 还是在走修宪强军的这样一种道路 要走这样一种道路 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而中国的威胁 尤其是中国在东海的威胁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 日本也一直没有放下这样的一种用途 新加坡海峡时报 刊发题为 日本的中国困境的文章认为 尽管日本似乎决意与中国对抗 而且日本重新武装的野心 不再存在疑问 但是纯粹从数据上看 日本军队与潜在对手的军队相比 仍然微不足道 日本只有24.3万士兵 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日本空军的装备数量 也不到中国空军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每一个层面上 日本都寻求以质量弥补数量 但是中国军队的庞大规模 意味着日本迟早会在亚洲退居边缘 和刺激地位 并永远处于中国的下风 值得注意的是 日媒报道称 日本政府认为 仅靠事务部门间的交涉 难以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计划摸索在政治层面展开应对 共同社原因有关人士透露 日方将探讨外向岸田 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 另外安倍9月初将来华出席G20会议 日本政府将加紧协调 力争实现中日领导人的会谈 实际上炒作两国领导人会晤 也是日方的一贯手法 去年4月 习近平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 应约会见了安倍半小时 2014年11月北京APEC期间 习近平同样应约与安倍 进行了礼节性的简短会见 去年11月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以及上个月亚欧领导人会议期间 李克强也应约会见了安倍 而几乎每次中日领导人会晤前 日本政府都会通过媒体放风 放大中日之间存在的分歧 日本现在是倒打一耙 是反咬一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是反而要将责任推给中方 而采取一种 我们要与中国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态度 来迷惑这个媒体 迷惑大众 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很不利于中日关系 能够长远的发展 从目前来看 中国不是不愿意与日本进行沟通 但是我们之间的沟通必须有建设性的 如果一个国家故意的挑事 制造问题 然后拿这个问题来与中国交涉 试图占中国的便宜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是不可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 针对东海局势 安倍还放话称 将做出冷静且坚决的应对 并与美国等相关各国展开紧密合作 但美方对此并未有过多回应 外界注意到 驻入美军两栖攻击舰 好人理查德号目前开始秋季巡航 他刚进行了全舰消防洗消测试 装载了1000个货盘的弹药 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 是目前世界上两栖舰艇中 吨位最大 搭载直升机最多的舰艇 满载排水量40500吨 目前隶属于美军太平洋舰队第7舰队 它的主要任务是支援登陆作战 其次是执行至海任务 有分析指出 一旦美军在日本部署F35B 很可能将与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配合使用 届时 这艘两栖攻击舰的战力 就等同于一艘小型航母 我个人的感觉是 他们在有意无意的玩平衡 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不想在这里面 一旦发生中日冲突的话 他不想介入的太深 或者在这种冲突发生之前 他表明过于明确的这种态度 说我知是谁不知是谁 但是鉴于美日同盟的存在 所以美国的这种两栖舰 或者它的各种这种支援型装备 会不会给日方提供后勤支援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日本新防向倒停棚 每周一发出了上任之后的首到政令 让自卫队时刻进入防范和拦截 摧毁朝鲜发射导弹的战备状态 命令有效期目前为三个月 预计到期后再行延长 分析认为如果朝鲜使用一动式导弹发射车 日本就难以事先掌握发射迹象 上述命令意在构建能够常态化迎击的态势 日本自卫队接到命令后 航空自卫队立即在东京市谷的防卫省用地内 部署了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 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有两部分构成 首先由宙斯盾舰发射海基型拦截导弹标准3实施拦截 如果拦截失败 则依靠地对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 因此有分析认为 在日本海持续执行警戒监视任务的海自宙斯盾舰 也采取了与爱国者3相应的部署 上周三朝鲜发射两枚疑似炉洞中程弹道导弹 其中一枚发射后不久爆炸 另一枚飞行约1000公里后 落入日本海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 安倍认为 这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导弹从发射至落入水中 仅间隔12分钟 分析认为 稻田彭美这次发出摧毁措施命令 意再构建能够常态化迎击 及时应对导弹的态势 但由于反导系统反应时间短 导弹发射时间和地点难以判断等原因 比如这次朝鲜采用了移动式导弹发射车 所以即使日本将摧毁措施命令常态化 也不一定能够拦截朝鲜导弹 我们知道日本列岛是一个 南北走向的一个狭长列岛 防御重生其实是非常短的 而且朝鲜半岛离日本又很近 加上朝鲜现在都是在这个移动车辆上的 难准确的把握和侦测到 它是在几个点上进行拦截 护得住东京 护得住九州 你是整个这个所有的列岛都护得住吗 这令人生疑 有分析认为 稻田彭美发出的摧毁措施命令 最大的意义依然是竭尽所能 把自己塑造为被威胁的对象 借机升级自身的军事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 这道摧毁措施命令 是上任日本方向不到一周的稻田彭美 下达的首个阵力 来了就来个下马威 下了第一道阵力 就是要强军 就是要加强战备 这个看上去是一个防御性的盾牌的命令 其实呢 它是一个进攻性的 一个扩张性的军事政策 和这个安全战略的新的安排 这样人主导安全防卫事务 令人担心 因为一旦在东海发生不测事件呢 恐怕受害的 还是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如果了解 稻田其人极右翼的政治倾向 就不会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感到意外 现年57岁的稻田 是安倍亲自培养的政治弟子 数次受到安倍破格提拔 安倍甚至公开宣称 稻田是日本未来首相的重要候选人 两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观点契合 可谓意气相投 稻田在2010年出版的 《我要守护日本艺术》中 对于东京裁判进行了批判 认为是一场野蛮的裁判 稻田还积极呼吁修改宪法 是修宪的急先锋 稻田在书中积极主张 日本拥有国防军 将自卫队改名为自卫军 并呼吁警惕中国的崛起 自2013年稻田首次以大臣身份 参拜靖国神社以来 始终我行我素 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 稻田就任防卫相后 是否将在下周一 及日本战败日继续顶峰参拜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对于参拜的执着 还体现在稻田狙击中国导演拍摄的 靖国神社纪录片 2008年中国导演李英 耗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 靖国神社上映 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稻田 认为该影片反日 所以史无前例地动用国政调查权审片 不过最终靖国神社还是在日本供应 并且引发强烈反响 可以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 就是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麻烦 我人生可以说第一次 站上法庭 就是被日本这些优异告上了法庭 据韩妹报告